大家好,我是阿宇 如果你家里有吃不了的火龙果 千万不要丢掉 用它来做面食 好看又好吃 火龙果将它的皮给去掉 然后放进料理机里面 直接打成汁 千万不要加水 打成汁之后再过滤一下 将里面的汁给过滤掉 大概有100克的火龙果 加入2克的酵母 然后再加入一小勺的白糖 用筷子搅拌混合均匀 再往里面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 搅拌一下 搅成这种棉絮状 然后下手揉面 成团之后 移到案板上面 两手来回的揉搓 将面团揉至非常光滑的状态 然后再搓成长条 再均分成四等份 想要做出来的面食更加的光滑 揉好的面 切开里面应该是没有气孔 非常平整的 再将切好的剂子揉一下 揉光滑 然后搓成长条 将每一个面积都搓好 从第一个开始 其他的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用手轻轻的按扁 然后用擀面杖推开 稍微擀宽一点 在中间 挤上一点豆沙馅 再将两边的面片 捏合起来 然后稍微搓一下 整理平整 用刮刀切成小馒头形状 然后摆进蒸笼里面 盖上盖子发酵 家里的温度二十几度 因为馒头比较小 所以发酵起来也是比较快的 大概需要三四十分钟左右 发酵好的馒头 拿在手上摸起来是非常松软的 再看一下发酵好的馒头切面 是鼓起来的 不是那种凹陷的 整个看起来比较饱满软润 像这样就可以上锅蒸了 水开之后再上浓 即使五分钟 关火之后焖一分钟 馒头比较小 非常好熟 千万不要蒸的时间太久 时间越久 你蒸出来的面食颜色就会越浅 看一下 这个颜色还是非常好看的 按压非常的松软 打开里面七孔均匀 一口一个 超级的好吃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 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